I give you my heart 近期热播的韩剧西西古时的神话 原来韩太树的哥哥是第一个发现西格玛的人 并且和普兴会一样 从未来回到2020年 但是他是西格玛计划中最大的变数 所以一直过着多多长长隐秘的生活 而西格玛是第一个回到过去的人 他快速的累积财富 并且找人投资 要韩太树研发出上传者 但播出至今 还是不知道西格玛 需要上传者做什么用途 不可能只是单单相引发战争 按照剧里的推定 应该是后悔 因为有许多来自未来的人 都是因为后悔而回到过去 而在第八集 普兴会在未来 发现了自己的日记本 和两个被埋葬在一起的尸体 那两具白骨尸体 应该就是朝城又汉普兴会 而在日记本上面 又有江瑞还写着 要他回到过去 并拯救韩太树 并且叫他要撑下去 和保护他所爱的人 接着又掉下他和韩太树的结婚罩 所以可以推定 西西伏斯就是江瑞海 他之前已经回到过去过 但是拯救韩太树失败 所以才会发现那两具尸体 跟希腊神话中的西西伏斯一样 狡猾的他 不停的欺骗死神 桑纳托斯 于是被判推动大石头的惩罚 西西伏斯必须把大石头推到山上 然后推到山顶 又会往下跌落至山下 西西伏斯就一直永无止境地重复做这件事 所以西西伏斯 被西方称为永无止境又徒劳无功 所以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普幸会 就像是西伏斯一样 一直回到过去 拯救韩太树 却又失败 无止境地重复此任务 希望之后江瑞海 真的能拯救韩太树成功 不然一直重复这件事的话 副剧就会变得没有什么看点 我想看到这些人没人 我也惨好 有点冷凍 不过心想 真的